老师是指导同学练习工业配线 让同学熟悉食物的操作 大大学风电组建维护计划是荣获 112年度教育部产业学院计划 产业食物人才培育专班的补助 帮助学生接轨产业 产业学院计划希望学生毕业能够急就业 所以这个计划在就学期间 到厂商实习的时候就能够领到正值的薪水 厂商也有一个预聘计划 能够让学生能够获得1万块奖学金 以及厂商会获得7.2万的预聘 预聘的一个奖学金 让学生能够去受训 最后学生在毕业之后直接到厂商去工作 工作满6个月就会有2万块的一个奖金 计划一方面开设9学分的专业课程 让学生具备产业所需的实物能力 并辅导同学报考相关的证照 未来工作机会不只是风电产业 也可以进入机械产业担任工程师 未来的就业目标就是朝着自动化PLC相关的领域 方向去发展这样 对 还有辅助我们考一些丙级证照 像是一些辅助立体电脑汇读这些证照之类的 我想要上产业就业的原因就是照于是 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可以赶快找一份正职的工作 然后有收入 毕竟 毕竟毛泽队读大学 然后学习科学的专业知识跟技术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要去相关的领域的产业 去贡献自己的知识跟技术 同学表示大势即将面临求职的问题 因此把握在学最后一年的时间 参加产业实物人才培育专班 学习如何撰写机电整合控制程式 提升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 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